比較直接性的關係 這可能都必須要再幫忙再做思考一下 這個是剛剛上次聽到在補充一點的意見之間 謝謝蔡老闆 這個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計畫實際上是在103年6月 就已經正在台北監獄危險的移植範圍做一個公告 並且從108年開始有關的考慮這次 第一次因為製藥物獲勝 所以就有體驗人獲勝的情況 但是即使有這個獲勝的話 剛剛看到這個獲勝 並不是說他社會的改革 他還是要依照文字號 他還是要有些 那至於在展什麼就幫我講 這樣提出來 剛才我們跟對的一切 剛剛掌持的意見很多都在訓練室 我們這個部門還需要補充嗎 老師我還想 那我想是不是 補充可別再做 老師我把這個歷史範圍 再幫大家介紹一下 那薛老師剛剛提到的 他是103年的時候在指定台北監獄危險 危險危險危機的時候下的一個 單數 那老師可以看一下當年的通告 他是說台北監獄危險的部分 將來如果在周邊有開發的話 他要進行視覺 所以 現在要開發的 這個社宅要開發的 是特勢特務 正好跟南圍牆是無界的 就是他南邊的這個尾牆 所以我們就要求依照這樣的單數要進行開發前的 遺跡的視覺 所以他在這個遺跡視覺做了一年半 包括第一次的視覺跟擴大視覺 其實第一次視覺 李前朗老師就提出這個前提 他說當時要求的是圍牆周邊的視覺 那所以這一次其實挖出來比較重要的 大概V型溝的部分 就會納入台北監獄圍牆這個古蹟的附屬設施 用整修的方式在原地將來把它修完 那還留存的材料 大概就會留在那裡 如果已經變形或是錯位的 就會盡量用相同的材料把它修回來 這是V型溝入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其實希望的是 因為他的特斯特武比較靠南邊 其實跟他那個米字型 就是所謂八角形的主體監獄 其實是錯開的 如果各位看到那個套繪圖 主要的米字型的監獄 就是像那個北海道那一種 他是在比較北邊 不在特斯特武上 特斯特武大概都是當時的一些 譬如說附屬的房子 跟所謂的官設 大概在這個區域 那官設這個部分 現在文化局在做修復 那這個薰真寺的部分 大概是這個15加34個點 後來視覺出來 比較看得出來像薰真寺 那另外有一個工廠的放繳基礎 這是最主要看到的樣子 那其他有看到的東西 大概都是剛才照片裡面 比較屬於損毀或是部分的 還有痕跡的 大概我們都把它仔細的做拍照跟列車 八百多件的遺物是從日治時期 包括前面有一些清朝的時候 其實是田 也有做套匯 田到日治時期到近代 包括水管 我們把它做記錄 出土的文物 那發現其實裡面 跟這個監獄直接相關聯的 現在其實還比較難以證實 就剛剛有人講到說故事的段落 這八百多件其實很難去證實跟監獄直接有關 所以可能那個直接的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我們在其中報告 就仔細的把這些事情都向各位說明 那現在是其中的部分 那也跟各位講就是說其中的部分 其實在市府就請將來要開發的單位 提出往後 如果這一些能不能跟社宅結合的一個展示 有一點像首爾的那個世貿中心的那個形式去做 那在下一階段應該做什麼 剛剛大概幾個老師也提到了 他在下一階段就是在開發的 初期他要怎麼規劃一個監看 類似考古監看的方式去做這些其他的地面層 還沒有處理的部分 他要提一個報告 然後再把這些已經挖出來的東西 如果將來要取決的話 他用什麼工法取決 不是限定的部分要怎麼取決 所以他會在期末報告的時候顯現 那也讓他能夠繼續走下去 其實他一直都不是遺址或前站遺址 但是已經比照了 但是總要讓這個案子走下去 所以才說我們現在規劃到這個階段 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如果要給身份 大概也要等到他走下去以後才能確定 所以他其實不是真的用兩個小小的部分 我必須講 挖到兩個小的部分 或是有一些碎片的部分 就能夠證實 把他全部的台北監獄來復原 或是給他一個台北監獄的身份 我覺得這樣也太過了 所以要請一個委員的諒解 現在啟動報告 我們把將來要繼續做的部分來做討論 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可能要麻煩委員思考 快點幾鐘 特別裝作的 cuidado 關公Ruuuu沒有推進 因為我們底下還有兩個東西 所以外來 別於有些話 我們的吸引票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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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警官高山楼座边园区保存维護计划审查案提起审议 文化警官内 重要警官员 文化警官室 文化警官保存及管理人格修订版提起本省应会审查并应审议决议代理后续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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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条文 第四条文化警官 文化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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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建的話會向主管機關申請資稅的輔助 要點附一是申請程序的流程圖 本計畫與之前已經通過的 國化警官的相關計畫大致相同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於 這個流程能明定重要警官元素適用因應計畫 非重要警官元素跟環境設施的部分 則是以原本的建管或國家公平管理法規辦理 因為本區有重要的風水警官走線 所以訂定了視覺警官的管制及設計原則作為參考 針對植栽地景跟園區內的設施也有做相當規範 本區重要的建物榮博有做植栽的維護計畫 另外有提供國化警官的日常管理維護與緊急應變表格 供各管理機關參考 最後再利用幾億後續建議 第一點發展經營及再利用建議 因為園區內管理機關眾多 地極化分複雜 在營運策略上有做各營運模式的分析的遞幣 然後可以請委員參考計畫書第八章 建議有最後的結論是建議由 擔任單位管理為一 第二點管理個部工作及全責範圍建議 本計畫將園區分成為大區 將管理範圍以建物作為主要標的 然後突破原本地極權屬的規範 然後將建物周邊的空間納入管理維護的依據 位居為自身份的建議 建築價值評估及建議 那裡面接受港米周樓、順水樓、阿花盛齊台及 草山明正學校國防建議進行維護 暫時鑑定 古蹟指定文化景觀燈入範圍的修正建議 那第一點是廣告牌樓 牌樓原本是納入歷史建築、青春國建法的登入範圍 那在本計畫建議將牌樓變分為 古蹟陽明山中山樓的範圍內 第二 為了回應文化景觀燈入的風水景觀 和納入走線的關係建議或達登入 以上是臉建議 那請報告自己出席先 謝謝 會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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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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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的部分不是完全符合風景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要不要把它改成景觀總見就可以了 然後在實質進化裡頭 關於景觀的管制 現在是用另一個方式來畫 其實這樣是不夠明確 因為其實所謂的文化景觀的文化計畫 它其實很重要 它會作為以後所有的依據 所以除了應驗圖之外 甚至也在平面圖上表示說 哪些範圍是應該要被管制 或者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要具體的出現 然後那個使用分區的建議 我們一集也特別在講使用分區的建議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要寫清楚 就是現在使用分區是什麼 然後未來這樣的使用分區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然後在報告書裡頭 他有建議新增範圍 就是文化景觀的範圍要拓大 然後拓大的範圍裡頭 他的石油分區 又應該要怎麼建議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有空調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問題 我們討論過 就是中間思考過這個事情 那至少對於一個最基礎的 那個風水的結構 跟空間結構中間的關係 它是五合 另外呢 因為甚至有傳言 就是我們它其實是要跟 有一條所謂的那個帝王軸線 就是我們試著去把那個傳說中的帝王軸線 串起來 那的確這個角度 它會連接起 從中山樓這邊往下 然後到士林關底 然後到圓山飯店 然後一起到總統府 這樣一個 它其實是在同一個角度上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進行計畫的時候 所找到的一個關係 那王老師建議的那個部分 就是平面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一章的建議 就是它的 它用四軸 然後作為它的那個 四角六十度的範圍裡面 那針對整個中山樓園區 以中山樓為 為四點的主要軸線區域 大概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 整個打開那個六十度的部分 所以會牽涉到的 大概就是國縣館 圓蔣堂 國縣館跟圓蔣堂 還有前面的松果村 一直到它的前面那個入口 跟山凹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們只能夠管那個園區裡面 園區外面我們是管不到 雖然我們很想要把那個 沙茂山畫進去 可是園區外面的那個部分 畫色的部分是看不到 我們在進行調查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 就比較早落成的介壽館 跟現在那個獅子台上面 它形成另外一條軸線 其實兩個軸線對到的 都是旁邊的那個山跟 沙茂山所形成的那個凹口 就是現在大概是浮壽小 就是整個楊明山國家公園入口那個部分 那這個是大概我們那個在平面上的說明 那分區的部分 它是畫在楊明山國家公園的 那個國家公園計畫裡面 它是保存區域 那中間的那個保存區域的部分 它是把裡面的這一條就是 因為就是這裡面大概 這條溝泉流出的溝泉 那現在這個上面有非常多的溝泉的設施 那但是它所有的溝泉設施管線 等等大概都在這個溝泉的下面 那未來它們的變動 跟它的相關的就是維護上面的操作 當然會對於整體的空間的環境 造成有一點影響 但是因為它們其實是在那個整個溝泉裡面 所以視覺的部分並不大 我們走近的時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可是對於整體大的那個結構來講 它的衝擊是少的 好 再以上會 好 謝謝 那個我想的王老師其實做這個 已經做了好多 做了好多detail的調查 那剛剛王衛君老師說 用景觀軸線 我其實後來也看了很多 就是我們學校創辦人張行雲 他最近也有很多他的歷史 他自己的那些傳記 他其實是有提到的是風水軸 但是我不認為可以叫帝王線 他沒有到那麼 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觀點來看的話 確實可以 我是覺得可以用風水軸 括號景觀軸線 那為什麼 我覺得沙茂山確實重要 因為從那個中山樓那個陽台看出去 第一個就會看到牌樓 再來有顆風箱很大 但是因為風箱長大就有點擋住了 可是你再往前看 沙茂山其實比如說跟文化大學來講 或從眾樂園的那條軸線就是沙茂山的交集 那現在是因為過去都市管理不好 所以在沙茂山前面有一棟溫泉公寓 反而就白色的那一棟 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沙茂山能夠include在這裡面 當然將來的管制 我覺得應該是都發覺要去管制 就是說他所有的建筑就是不應該擋住他 但你如果今天從山之後一路這樣看上來的話 沙茂山是真的非常關鍵 包括在美軍眷村 你看的都是沙茂山 所以如果說要擴大 我是建議沙茂山可以擴大 但是後面的管制規則 我覺得都發覺在建管啊 都市設計審議裡面確實應該是 而且在這個範圍裡面如果要去管的時候 都發覺就不要限於面積多少才要多省 反正是在我們文化景觀範圍內 我都覺得非常關鍵 以上 好 謝謝我們台沙茂山 那個主席 我想就那個257頁 我們管理原則的修正的內容給一點建議 那個 因為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我們目前文化景觀的標的 建築物裡面所提出來的 那那個有一些文字上 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中山樓的這一個部分 那個Alder Knight的那部分 的建築形式應該還沒講完 因為那個講的是建築物 但是對應的是建築形式 所以應該是表現案例 我這邊大概加了幾個字 建築形式的表現案例 那再來第二個 那個青尊的這個國建管 因為我們在後面 最後有一個其他 其實有特別針對那個風水軸線 我想這個部分剛剛有提到 軸線的這個部分 我想都是那個漢人在折子的時候的 這個基本的觀念 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因為後面其他有提到這個風水軸線 所以回來這個青尊國建管的那個部分 有關軸線的那個描述 我覺得就不需要再談 只要針對建築物的這個部分就好 然後再來是青尊的原講堂 它其實用詞多了幾個字 多了中山樓的那幾個字 我覺得其實不需要 因為前面已經把最重要的講過了 那這一段Underline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去掉 那類似的狀況在那個後面的順水樓 順水樓修正的文字裡面 多了與介壽堂黎州樓 就感覺好像除了順水堂之外 其他的房子還要順便講一下 其實不需要 那同樣的狀況在介壽堂